从高空往下看大片吐石像是豆腐块一般 整片滑落原本应该是绿油油的树丛 瞬间变成黄秃秃一片 还有不少车辆卡在底下 发生山洞的地点刚好就在朝靖公园的入口处 车辆如果要经过都必须要先走过这个桥 但是可以看到其实在入口的地方 已经被一颗大石给堵住路 事发现场距离基隆朝靖公园 走路不用十分钟崩塌面积相当的大 初步预估将近一千五百平方公尺 也就是相当三个篮球场这么大 坍塌的土方量高达两万两千立方公尺 目前突破会可能崩塌的原因 应该是之前连续的地震 还有最近我们基隆这边经常下雨 造成它整个土壤层边坡层都富含水分 那因为它可以看到整个崩塌的那个面积上 因为它植被都非常的良好 所以我们也没有看到在每日的 我们两步过程中也没有看到它有任何的崩塌的征兆 公路总局表示每个月都会针对边坡敞 但是案发现场树木植被都很完整 加上这次崩塌的路段过去也没有任何崩塌记录 根本没预期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一路一路过来这边基本上都是逆向波为主 或是非常接近逆向波的一个地质形成 那它的解压结理动比较发达 因为这边的边坡比较陡峭 陡峭后方在三点后面的解压机都发达 发达以后就比较容易形成这个我们说雨水下渗的一个通道 那越下渗到下雨的时候会特别让我们边坡的安全性降低 我们还是建议主管机关能够在这边的边坡 能够加强做一些边坡安全的巡检 五年前这里曾经预防性挂网 但也没有崩塌征兆 换句话说这回是无预警崩塌 但是坍塌已经形成 目前除了抢修也要严防有更多土石崩落 避免连日降雨造成更大危害 TVBS新闻基隆综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